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有生活气息的被子都是不叠的 后面呢是一个衣柜 它衣柜它这是两个大镜子 虽然说是知道镜子对着床不太好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然后甚至还有点喜欢这两个大镜子 我觉得非常棒 就是它可以从上一直照到下 就是感觉非常方便 然后里面就是普通的衣柜吧 里面就是普通的衣柜 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衣服 然后这边是一个柜子 看这一层全部放的都是吃的 然后出门 这里是那个大门啊 大门你看这里有一个塞信封和小流箭的一个口子 然后这边是厨房 我们到厨房去看看 这是一个冰箱 然后看这边就是水池 底下是洗衣机 然后这边是一个洗碗机啊 洗碗机基本上没有用过它 因为可能就平时吃完以后自己洗一下 把碗洗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那边是做饭的地方 下面是一个烤箱 像这边是窗户 然后底下是我们平时吃饭就坐在这里 我特别喜欢这个沙发是我的专座 就是吃饭吃可能吃20分钟 然后我在这坐半个小时 就是我室友他吃完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回来 发现我还在这坐着 而且越陷越深 那这种感觉就完全无法自拔 这边的一些那个储具啊 还有一些电器都是学校和宿舍这边提供的 就是我们就是使用它 但是也不能弄坏 弄坏的话可能是需要赔偿的 上面就是一些柜子 就塞了一些吃的乱七八糟的 你看就塞了一些油盐酱醋啊 面条啊 还有那个就是麦片 然后这是我室友的 还有是一些乱七八糟的 什么水啊一些调料蜂蜜之类的 好的呢 然后我们继续去看 就这边是厕所啦 厕所的话就 这边是一个浴缸 然后浴缸上面的话是有一个淋浴的 然后平时反正也没有人用浴缸 感觉浴缸都是奢华享受 这边基本上就是在英国 没有见到过那种冬孔 所以可以 经常可以在马桶上坐着思考人生 这边是洗漱的地方啊 我们上面就放了我们的 雅刷啊 膏啊 洗面奶之类的东西 这里是一个镜子 好的 嗯哼 这边是挂了一些毛巾 然后就这是主要是厕所啦 其实这一个宿舍呢 是一个三人间 它这边就是 这里是一个室友的宿舍 这边是一个室友 然后这是我的房间 然后里面的布局大致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还挺好的 当然对于国内的那种 大家都住在一间宿舍的话 它这里就相对于有一些自己的私人空间吧 它主要不好的就是 你看这个木板啊 就是这个木板它踩起来嘎吱嘎吱散 让人觉得好像马上就要掉下去了一样 然后还有这个墙 这个墙 就是跟我隔壁室友隔着的这一面墙 这感觉是中空的木板 非常的不隔音 所以我们平时在自己房间打电话的话 对面都可以听见 主要就是这样的啦 好的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啦 主要是对于我在英国这边的宿舍 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 以后呢我会给各位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视频 喜欢看我视频 喜欢听我唱歌的观众呢 也请一定不要忘记 关注我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啦 好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第一次在镜头面前 来点小镜子啊 主要是热 来点小镜子啊 主要是热